千万不要放过那个王一博 刘冲看了都直呼可怕的提议 王一博粉丝们果然还是那么抽象 这不Vogue时尚之力盛会本周四在深圳开启吗 从这位新主编老熟人默认王一博参加之后 他的评论区真没法看了 别人家粉丝都在求美图合影 王一博粉丝一整个就是阿拉丁许愿模式 冲哥 红毯上给王一博上指压版部 冲姐 不要放过王一博啊 给王一博一杯楼黑豆和大米 不把这俩分开不许下红毯 冲哥来点创新 希望让王一博攀岩速降入场 然后在红毯上做披萨 烤牛肉串 煮胡辣汤 炒辣肉颠锅 做好三菜一汤再允许他下红毯 还有重复流冲去年说的王一博值得最好的 顺着甘子许愿想看王一博骑着摩托 在红毯跑一圈 或者划着滑板划一圈 好好好 看出来王一博有你们这群粉丝也是他的福气啊 他这红毯跑得飞快的印象 让他粉丝看来真的很想找人能拖住他啊 王一博一个yes or no选项里会选or 终于自我很会拒绝的男人 想来想去还真就流冲战绩可查 去年确实用一艘小船创造了王一博最长红毯记录 甚至在船上被围观到害羞说着 快滑快滑模式了 但也没想到今年粉丝真顺杆子就上啊 一下子抽象到这样敢想敢搏了 不愧是内宇最怂恿粉丝 在王一博面前怂得要命 王一博看不到的地方浪得飞起 就没个粉丝正经来猜一个王一博 这次Vogue会上什么时尚造型呢 毕竟内宇确实也没像他这样同期四大奢牌 八大服装品牌代言的 就没人真的好奇battle一个 王一博本周到底会上升谁家的新衣服呢